在这个单元 我们要跟着一柔去看一间 40年的24平老屋 看湖来顺设计师 如何改造原有不佳的格局 当我们把门改到这边以后 它就是会产生一个玄关 然后让空间就会有放大的效果 转变空间轴线 小屋变大屋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性就是 这一面电视墙整个变得好放大 对 拥有一间清透的玻璃书房 还有充沛的收纳空间 我们垫高的部分 是我们所谓的书房 对 其他的景也可以引入到 我们的客厅里面 对 然后这样的话 让空间的话更有变化性 更有层次感 对 然后在视觉上也会比较好 欢迎收看设计家TV 我们将带你看 40年老屋大变身 40年的24屏老屋 只要透过桥手改造 也能成为梦想中的设计好宅 在这次的案例中 爸爸为了一同居住的女儿 重新改造老旧的房子 希望能带给他一个崭新明亮的空间 他找上的擅长放大空间 营造现代感设计的胡来顺设计师 老屋改造的话 就是不可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了 必须要实际轻身 常去工地去检视你的作品 那我们其实到现场的话 就可以机师地做解决 不会让工期拖得很长 现在的房型的话 基本上都是比较小屏数的 藉由我们设计师的设计 然后格局的改变 你能够让空间的话 更有妥善的利用 它整个空间会有放大的效果 将来有空间魔术师称号的胡来顺设计师 总在仅有的空间里 画符绣维生棋 讲求线条比例 营造空间感 挖掘空间可能性 结合设计美学 打造简约独特的清新居宅 究竟胡来顺设计师 会如何克服老屋翻修的种种困难 给予妇女郎一个可靠的避风稿呢 现在你看以柔坐在这里呢 你应该会认为 这是一个新的社区或新的大楼 所以有这么现代的装潢 但其实今天是一个老屋翻修的案子 对不对 是的 这屋林已经将近快40年了 真的 对 然后当初为什么来找我的话 就是因为可能屋子比较老旧了 再加上她的女儿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 需要不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是 比较大的房间这样 那这个房子好像其实 屏数本身并不大对不对 对 它屏数大概24屏 对 那当初的格局的话 一间是书房 然后一间主卧室 然后一个女儿房 然后都小小的一间 所以感觉空间就是利用上比较不好利用 是 对 然后再加上她的客厅原本是属于比较狭长型的 她的入口的大门的话 刚好在电视柜的旁边 占了大概电视柜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实我看了旧的照片 真的会发现 这样子的设计真的蛮奇怪的 因为电视柜变得非常的小 然后等于是旁边放东西 然后又随时有人会进出 对 那所以的话 你就感觉那个客厅的空间感觉很小 然后再加上她的客厅跟餐厅 其实有很明显的一个界线 是 对 然后你就感觉就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然后整个空间就变得很小 就是原本是一个还蛮方正的格局 但是因为可能以前的规划 让所有的空间感觉是很零碎的 对 那你一开始最主要是先从哪一个部分下去做装修呢 刚开始的话可能就是说 我先把它改善就是说它客厅的问题 当我们把门改到这边以后 它就是会产生一个玄关 对 然后让空间就会有放大的效果 而且其实我觉得通常坪数很小的老屋 其实它不太会特别有一个独立的玄关 但是其实现在它反而有一个很独立的玄关 然后无论是在放置物品上面来讲 也变得比较方便 对 因为它的空间还是够的 它的深度还是够的 我们就把它设计成衣柜跟鞋柜 而且直接在旁边也设计了一个穿衣镜 所以出门非常非常的方便 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服装衣容 然后但是一进来 其实我觉得你还蛮重视 这里有特别做了一个屏风的设计 对 其实它直接面对的就是我们厨房的位置 所以我们还是风水上还是有一点考量 就是说把厨房有挡起来的一个作用 对 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开门建造不好 会露材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做一个比较特殊的造型 让它空间会有放大的效果 对 就好像一个喇叭装往外延伸的那种感觉 我们刚刚聊到就是从玄关进来之后 你特别在这边做了一个屏风 是为了挡住厨房的部分 但是好像其实我看了这个旧的照片 厨房整个空间跟餐厅的这一块 好像也做了蛮大的一个空间变动 是的 之前的话餐厅这个地方它有垫高 垫高 对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当初想可能有排水管之类的 是 可是后来把它拆除以后就发觉 其实它只是为了要区隔两个空间 可能客厅跟餐厅 嗯哼 那我现在把它整个楼板把它整平以后 就会比较放大的效果 是 对整个客厅跟餐厅就感觉是一致性的 那之前的话它的厨房真的是蛮小的一个空间就对了 嗯哼 然后因为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想说 其实它妇女的话可能就比较单纯 因为人口比较简单嘛 那其实它用到厨房的几率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我想要做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厨房 就让整个餐厅然后还有厨房整个是结合在一起 那整个空间也变大了许多 而且其实等于是这个空间 它其实结合了一个多功能的吧台 是的 也许可以在这里喝下午茶啦 吃点心啦 也可以吃早餐 甚至是女儿可能想要在这里 如果写写东西啦 打打电脑啦 也是OK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你的作品一直以来 都非常有你自己的特色跟风格 尤其是纯白的颜色 然后可能是角度的设计 然后甚至其实我觉得你还蛮喜欢运用明镜玻璃 然后我看到后面这一面墙 好像它的一个比例上来讲 是不是也有拿捏过 对 它比例其实是有拿捏过的 白色烤漆玻璃 那时候我的设计是想说 让它可以做书写的 对 那镜子的部分的话 那时候是有比例上 然后感觉会比较现代 然后再加上它可以反射到 我们客厅的一些窗景 引颈入室的感觉 就延伸到我们的餐厅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沿路从这个餐厅到这里 其实我发现今天有一面主题墙 在公共空间的话 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一道墙 这一道墙的话 其实就是呼应外面的窗景 因为我其他的地方都比较简约 对 所以我想要让这道墙的话 比较有层次感 所以你看到的话可以有椭圆的 然后还有一些线条 乡村风的线条 然后还有一些明镜 明镜就比较现代感觉 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 让它更有层次感 而且其实你知道吗 常常我觉得很多的居家风格 大家都很喜欢运用白色 我也很喜欢白色 因为白色就是给人家一种很干净 然后好像很多人就觉得 只要是明亮的 具有放大空间的效果 可是其实我觉得胡大哥 我今天看到他这一面主题墙的设计 给我感觉是 原来白色也可以利用不同的元素 去堆叠出它的层次感 对 而且就不会觉得好像就是一片白 很单调很平面的感觉 而且今天这个大树 又是有结合我们这个窗外景色的 一个部分去做互相鼓励 对 透过改变大门的作向 整平客餐厅的地面后 设计师创造了新的玄关 与开放式吧台 让步女的生活 有了承载记忆的地方 走进客厅 设计师又会如何改善 原有不良的格局 创造兼具机能与设计感的客厅空间呢 现在坐在客厅的这个空间呢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宽敞 而且非常的舒适 但是你绝对没有想到 其实呢 我们在原有就有的格局当中呢 是整个转了一个大方向 对不对 是的 其实我们原本的轴线的话 客厅的话是这种长条形的 原本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横向转成这个 整个已经转了一个90度耶 是的 那原本的这个方向的话 你会觉得很长 对很长 那你中间这一段就浪费掉了 那我把它往横的方向的 另外一个轴线这样延伸的话 你空间的话就感觉会变大蛮多的 而且可以结合很多的空间 对 然后所以整个就会有放大的效果 其实呢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性就是 这一面电视墙整个变得好放大 对 像镂空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做视频柜 有一个灯带这样带过去 对 然后视觉的延伸 电视柜会会感觉比较轻盈的感觉 常常从胡大哥的作品当中 你会发现 镂空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是 因为以往我们观念可能会觉得说 镂出来又没有什么东西好放的 可能容易积灰尘 但是有时候你稍微 让出一些一些的空间 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层次感 其实反而能够有放大空间的效果 是 我今天一走进来 立即就想说 真的是太有它的风格了 又是一个架高的书房设计 对 其实我们电高的部分 是我们所谓的书房 对 其实它的景也可以引入到 我们的客厅里面 对 然后这样的话 让空间的话更有变化性 更有层次感 对 然后在视觉上也会比较好 其实它空间并不大 大概就24平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大概24平 可是它储藏量 我们还是要给它 像屋主他有提到 它有高的浮球具 对 所以我们电高的这个部分的话 都可以放在这个下面的 一些储藏的一个空间里面 对 其实有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想象 就是说 如果我身后是一个石墙 是一个固定的隔阶 那你瞬间可能就会觉得 空间好像蛮小的 窄窄的 可是因为我们透过了 一个架高的设计 把我们视觉上的效果 电高了 再透过一个穿透式的感觉 其实整个明亮感 穿透感就会呈现出来 对 我们有算过的话 就是说它的 沙巴的长度是多长 然后在楼梯的大小 对 它再就是土壤式的路口 对 就经过一定比例的计算 然后自己在办公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阳台 放着自己喜欢的脚踏者 对 上段节目中 我们跟着以柔的脚步 一起与胡莱顺设计师 改造老屋 设计师将格局乾坤大挪移 让原本狭长 空间窄小的老屋 有了全新的生命 不仅格外宽敞 明亮 屋中的架高书房 更是整间房子的一大亮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能够增加客厅视觉感的 架高书房 是的 其实我们把它架高以后 下面可以做储藏室以外 那你不觉得这个视线 感觉也很不错吗 就是原本如果你这里是一个 石墙的空间 你会觉得这房间 好像也无法当成一个房间来使用 又觉得很窄 然后甚至光线不足 对 可是现在呢 好像看出去又觉得可以欣赏到这个外面公共空间的景色 然后呢 所有的光线采光都可以迎进来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竖景耶 对 很明亮 很舒服 然后但是其实当初在 听说在设计这个架高的书房的时候 有一些比例上是有特别计算过的对吧 我们有算过的话 就是说它的沙发的长度是多长 然后在楼梯的大小 对 然后再就是土壤市的路口 对 都经过一定比例的计算 其实这个比例都要抓得好 嗯 对啊 如果抓不好的话 上来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会压迫感很重 那再加上我们这个书座也是一长条形的 对 对 那其实让它整个视觉感觉就是比较宽大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其实乌主也蛮惬意的耶 因为他不是听说他好像蛮喜欢骑脚踏车 蛮喜欢运动的 是 然后自己在办公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阳台 放着自己喜欢的脚踏车 对 其实它原本的话是一个木座的柜子 是 对 那我觉得这木座的柜子在这边的话 其实它只是一个摆设一些东西而已 并没有实际上很强烈的那种收纳的一些需求 对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 然后用大片的落地窗 那我们从落地窗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阳台 然后有脚踏车 其实这样的城市感也很好 然后最主要是可以看到外面一大片的树海 其实在这一代好像本来就有蛮多还蛮知名的咖啡店 所以现在何必出门呢 在自己家里就像是在咖啡店一样 还可以欣赏着外面的树井 然后阳光洒进来的感觉 这时候来一杯热lotte 是不是觉得生活真的挺不错的 原本的女儿房既狭小又缺乏设计感 自己也有女儿的胡来顺设计师 将自己的经验投入在设计之中 希望能满足屋主想要给女儿一件美好卧房的想法 那时候希望装修这个老房子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女儿长大了 对 它原本的女儿房的话可能就是小小的 然后本来这个房间可能就隔成两间 这么小 对 然后隔成两间 一间是书房 然后一间是就女儿的房间 是 对 那我觉得这个空间真的是蛮小的 然后既然它客厅有那么大的位置 那我们就把书房的位置把它移到客厅的后面了 是 对 然后让整个女儿房空间感觉就变得很大一点 而且现在整个感觉是非常的方正 不过我特别有留意到一点是 除了在我的左手边这边有大量的衣柜收纳柜 我发现正前方这边 对 它为什么用的这个门片跟它是不一样的材质 如果我们一样是用一样的材质 就是盆漆的话就感觉压迫感很重 所以我们就这一面的话 我们是用玻璃的门片 对 然后那空间的话就会伸进去 自觉性的一个穿透 虽然是一个衣柜可能也是会雕挂很多的衣物 但是至少上你会觉得说 这个空间整个被延伸了 就是这个空间的衣物 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用这个机灵的空间来做一个梳妆台 所以其实就是在空间上来说 虽然也许屏数并不大 但是其实它的一些设计上来讲 都蛮完整的 对 概念都有 所以真的就是说为了女儿长大了 可以给她一个比较完整的空间 然后能够有更多灵活的 运用 我觉得今天胡大哥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会看到说 你看一个这么零散的空间 如果你懂得好好的分配 重新切割 你会发现每一个空间 会超乎你所想像的被利用 沃子的深处是爸爸房 在这个房间中 设计师替我们展现了 改造空间用途的方法 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房间 应该就是爸爸的房间 对 这是主卧室 对 那这主卧室有做很大的变动吗 其实主卧室倒是没有做很大变动 基本上就是照它原有的格局 因为他们现在人口比较简单 对 不需要那么多浴室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更衣室 是 对 那大概就是这个变动 所以这个是从浴室变成更衣室 是的 但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 它一样跟女儿房是沿用了 这个灰烬的元素 对 让它是有一个视觉的穿透感 然后在更衣室里面的话 我们也是做的比较简约的做法 就两块成板 还可以充当为储藏室使用 对 然后当然看到外面的部分 其实延伸到 第一个主视觉来到我们床头柜 同样是这个椭圆形的元素延伸进来 是的 然后其实我们做的比较现代感的感觉 也就是说除了椭圆形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光带 然后打明镜 对 那感觉就是比较现代感的感觉 今天看完胡大哥这个40年老屋翻修的作品 其实真的让我深深觉得很惊艳 不但颜色上的运用 然后空间格局上的变动 再来呢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光线的引进 然后还有我们大片的这个竖景 能够让我们每天呢 在这个屋子里面生活 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悠闲的 透过胡来顺设计师的巧手改造 这个家从阴暗 格局狭小的40年的老屋 变身为时尚新颖的设计住宅 设计师透过改变大门入口的位置 不仅增加了玄关空间 更延长了客厅电视墙的尺度 放大了公共空间的视觉感受 开放式的餐厅是父女两人谈天的好地方 伴随着树木造型墙 反噬窗外景色的明镜 坐再久也不觉得腻 沙巴后方的架高书房 替这个家引造了屋中屋的趣味性 在24屏空间中 设计师将架高书房底下的空间 以及主握卫浴作为收纳使用 充足的收纳机能 让居家能维持干净与整洁 此外设计师也整合了旧有的两间房间 让女儿房拥有属于自己的三面衣柜 以及梳妆台 更利用了玻璃的穿透性 让空间更加宽敞 在这个家中 四处都能看见设计师放大空间的巧思 也完成了屋主一家改造老屋的梦想 其实在老屋改造的话 最怕就是说很多预料之外的情况发生 很高兴的就是说在这个案子里面 全部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不管是窗景的引进 还有整个空间的放大 空间比例的分配 其实都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房子的价值不在屋林 而在于机能与设计 同样身为父亲的胡来顺设计师 将自己的生命经验 与对住宅度到的见解 借用设计投入在这个空间中 改变格局 重现老屋生命力 放大空间感 不仅重新为屋主创造了新的生活模式 也让家拥抱温度与回忆 想看更多胡来顺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女主人她有两个大的重点 她要超级大的收纳 跟一个超级大的工作桌跟画动桌 她有一个须觉的是 在工作的时候 她的视觉是可以看着门口 所以我们让她的收纳柜 都会在她背后 租桌跟门口是摆在同一个动线上面 女主人 优优独播放 视频 吸引 陪她 氏